一名男子到国中去接小孩下课 但是却把车子违规停放在校门口旁边的公车停等区 而当时有一名学生拍车窗又拍照劝阻 让男子心生不满 他竟然是气到拿木棍上前来跟学生理论 而当时被老师劝离之后 男子竟然又加速开车冲上了人行道回转道车 只差一点点就要撞上学生 校门口一辆黑色冰雪轿车 直接开上了人行道接着倒车回转 差点就撞上学生 吓得一群学生纷纷尖叫闪避 而时间往前倒 放学时间不少家长要来接学生下课 但一名身穿黑色上映的男子怒气冲冲 不断对着学生呛吓 甚至还企图开车冲撞学生 整个进行过程全被学生拍了下来 原来这名45岁的成型男子是学生家长 当天要来接孩子放学 却将车围停在校门口旁的公车停等区 遭到要搭公车的张姓学生拍他的车窗 示意他离开 还拍照让男子心神不满 静持木棍上前理论 而男子的小孩也在旁木 及整个父亲暴冲的过程受到惊吓 隔天也请假一天没到学校 幸好校门口的老师及时发现制止 并且报警 冲突才没扩大 但男子被劝离后 竟然还想开车冲撞学生 网校门口人行道加速行驶及倒车行为 以造成公众往来之危险 受警方也将车型男子带回警局 并且以公共危险和恐吓罪侦办 另外车辆围停也将被开罚 六百到一千八百元发还 而警方也编排警力加强维护校园安全 幸好这起事件没有造成学生受伤 节奖林嘉明 台中报道